你们准备好学习了吗? 欢迎来我频道来跟我一起快乐学习吧 今天我要跟你探讨 狗仔这个行业到底有多赚钱 在我还没开学习前 如果你想跟我在这个频道中一起成长学习 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哦 狗仔对于就是一群独立摄影师 他们通常的拍摄目标人物是名人 如明星、运动家或者政治家等等 而为什么狗仔听起来像一个贬义词呢? 那是因为狗仔通常对目标人物有很多的困扰 也侵犯了目标人物的隐私 但是根据时代周刊们的报道 在1997年的时候 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就是因为 在躲避狗仔跟拍的时候 发生了车祸而去世 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想 狗仔其实间接的帮助目标人物带来的人气 增加了目标人物的曝光率 也让更多的民众在讨论该目标人物 所以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有需求就有供应 如果观众对这些目标人物的生活不感兴趣 你觉得狗仔还会浪费时间去跟拍吗? 那么你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那他可以当狗仔呢? 其实狗仔的拍照技术是很厉害的 要想想他们是要在短时间内拍到一些 有可能只会存在几秒钟的照片 所以也是不简单的 当然当狗仔也是个很需要耐心的一份工作 因为在一天的工作里 有可能需要等上一整天 也有可能只可以拍到30秒的照片 那么你觉得什么样的照片卖的最贵呢? 除了明星的绯闻照 其实明星的婴儿和婚礼的照片是最贵的 因为确实很难拍到 所以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很好奇 当狗仔到底可以赚多少钱? 狗仔这个行业因为时间的变迁有了很大的改变 2000年初当网络还不发达的时候 当狗仔是个很次向的行业 根据美国一个X狗仔的说法 如果你是个很厉害的狗仔 你的年薪是会在大约75千美金 也就是说你一个月会赚大约6千美金 而这个6千美金的月薪其实是比普通的白领高了很多 但是他们的花费也很高 因为他们需要好的摄影工具 而且通常在美国 明星都是触摸在比布利山庄、好莱坞这些地方 而这些地方的消费都很高 所以看起来他们赚很多 但是他们的净收入也不会见得很高 还有前提是你需要是一个很厉害的狗仔 可以拍到一些人拍不到的照片 那么狗仔是怎样赚钱的呢? 通常如果是独立狗仔 他们都是以一张张照片的形式来卖 如果是一个很独特又很劲爆的照片 它的要价可以从大约5000到15千美金一张 而曾经目光支撑女星的绯闻照 就曾要价300千美金 你没有听说是300千美金 还有另一种用照片赚钱的方法就是拿板碎 根据狗仔的资历 狗仔能拿到的百分比是在20%到78之间 当然也会有狗仔组成一些非正式联盟 这样他们就可以分散他们的覆盖范围 获取更多明星的照片 然后他们将会评分每天的利润 还有一些狗仔是跟公司打工的 而通常这些狗仔的公司是有跟明星合作的 狗仔公司会跟明星获取独家新闻和照片的版权 而这些独家新闻的照片不是普通的贵 是非常的贵 就Angelina Jolie Simpson的孩子的照片的要价是 1500万美金 那为什么媒体愿意花这么多钱来买这些照片呢 相信大家知道当媒体可以获取独家版权 所有的民众就只可以从该家媒体获得新闻 其实这也大大增加他们的收入 还有我们通常会以为明星跟狗仔的关系不是很好 这个说法没有错 但是也有例外 如果你认真想想明星跟狗仔其实是互为互利的关系 明星需要狗仔来自占曝光率 而狗仔需要明星的照片来赚钱 所以有些明星其实会摆好post给狗仔拍照的 当然现在的狗仔就跟以前的狗仔不一样了 08年的金融危机过后 那些媒体公司买照片愿意出的价格就越来越小了 而这也间接的影响狗仔的收入 还有由于社交媒体的流行 很多明星自己也会拍照放上网了 这也就让狗仔的照片越来越普遍了 曾经能要加到5000到15000美金的照片 现在也只能卖个5到10块了 而只有那些非常非常非常警报的照片能买到好价钱了 所以其实做这行也真的不简单 他们是属于高风险的一群人 从金融的角度我们都知道风险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非系统性风险 也就是各个行业本身自己的风险 而狗仔本身的行业的风险其实跟他们的目标对象有切切相关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明星的名气当作是股票来看待 当目标对象的名气开始下落 而狗仔拍的照片也会越来越不值钱 我们也知道明星可以爆红 但是也可以很快就无人认惊 所以目标人物名气的起起落落 对狗仔的收入有直接的影响 第二种的风险就是系统性风险 简单来说就是市场风险 也就是全部人会面对的问题 就像我刚刚说了 当经济不好狗仔的收入会下降 因为媒体公司不愿意出高价来购买 还有由于病毒的侵略 明星都不出门了 太没有 而且民众喜欢看明星光彩亮业的生活 而不是跟他们一样整天待在家的生活 所以近期来狗仔的行情也不是这么好 所以行行真的是有本难念的经 好了这期影片就到这里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你们对狗仔的看法 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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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